勇敢说不 一百 两百 两百八十 够钱了 今天放学就可以去买口红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是不是很好笑啊 哇 是新开的扭蛋店呢 好想要这个 悠悠 你有没有钱啊 钱 悠悠 我们是好朋友吧 那就借我啊 我知道你有钱 明天就还你 好吧 谢谢啦 口红庄明天再买了 那我去对面的漫画店看漫画哦 小关 你不是要去我家写功课吗 那是骗我妈的啦 如果她打电话去你家 记得跟她说我在你家哦 不可以骗妈妈啦 我们是好朋友吧 帮一下忙又不会怎么样 再见 喂 又又啊 我是小乖的妈妈 小乖在你家吗 阿姨好 小乖她 小乖她 对 她在我家写作业 可以请她来接电话吗 她 可是她在上厕所 这样啊 那没关系 叫她写完作业赶快回家吃晚饭啦 好 我会跟她说再见 小乖 你昨天跟我借的 悠悠 你有没有二十元 我想要买饮料喝 悠悠借钱吗 可是 快点啦 快要上课来不及了 谢谢 明天还你啊 谢谢 明天还你啊 不 大家结束了吗 我要买给妈妈的口红 呃 悠悠 你怎么了 配方 什么 悠悠 你不应该因为跟小伟是好朋友就一直借她钱 她不但昨天的五十元没还 今天又向你借二十元 你看 现在不但买口红的钱不够 连特价也没了 哦 还有小乖 她每次都要我骗她妈妈 我不喜欢说谎 觉得好像做了很坏的事 悠悠 如果你不愿意 就应该拒绝啊 跟你借钱不还 要你说谎 都是不合理的要求 就算是好朋友 也不能什么都答应啊 不然下次他们要你作弊 会一起翘课 明知道是不对的 难道你也要照做吗 上次我转到的扭蛋吗 悠悠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小伟 借你的钱 本来是我要拿来买口红送妈妈的 可是现在打着的口红已经恢复原价 如果再借钱给你 我会永远买不起那个口红 而且你已经向我借了两次钱 到现在都还没还我 悠悠 对不起 明天我就把钱还给你 虽然来不及了 真的很对不起 还有 小乖 我再也不想帮你说谎了 说谎是不对的 我很不开心 我不想再骗阿姨了 对不起 你说得对 说谎是不对的 更不应该要你跟我一起说谎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 当然是啊 永远的好朋友 太好了 早知道你们不会生气 我就应该勇敢说不 那我们一起去写作业吧 不管是家人 朋友 同学 或者是陌生人 只要是不合理的要求 让你感觉不自在 不舒服 并且违背自己的原则时 都应该坚持立场 大声说不 勇敢拒绝 改变 开 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